各位早晨,歡迎收看一節天氣 我是蔡子晨 先一齊看看大範圍的衛星影像 可以見到在南海北部 原來都有一些厚實的雲團 為了帶來一些不穩定的天氣 不過香港附近的中國東南部 見到上空的雲層整體比較薄 預計香港今日都會見到一些陽光 不過話雖如此 在最新的雷達影像 見到早上在香港附近的水域 都有一些較弱的雨區發展 大家今早出門口上班上學 都是帶頂把傘穩陣 至於氣溫方面 去到今早的六點鐘為止 見到各區的最低氣溫都在二十七八度左右 我們預計香港今日的天氣 將會是大志多雲 早晚有一兩陣雨 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就會上升到三十一度 會吹絕和緩的冬至東北風 風勢是間中清靜 至於在一些高空的預測圖 見到在星期六日的時候 華南上空的反利船將會增強 在地圖上主要見到一些 橙黃色的區域影響著香港 代表著高空的天氣會比較乾燥 所以陽光也會多一些 不過要留意到下星期頭的時候 一個廣闊低壓區 有機會為廣東沿岸帶來一些趙雨 我們預計在周末期間 就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到接著的一兩日就會轉為多雲和有趙雨 一節天氣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